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的王小冬 他的成长历程拥有什么不同常人之处 他的父亲用什么样的行动一直默默支持着儿子的工作 和平年代随太阳一同升起 本期为您讲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黑龙江省的隋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 毗里俄罗斯 一百多年前 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 它是中国铁路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改革开放初期 它又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研编开放城市之一 就在这座被誉为国境商都的编程之中 驻守着一支平常而又不平凡的连队 这是驻守在黑龙江省隋芬河市的边防某部六连 一周一次的升级仪式是最神圣的时刻 当六连的官兵们看着五星红旗 在这个边境山城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 心底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连长鲍宇和指导员王小冬 每当看着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 王小冬的心也随着国旗悸动 连队的光奴历史把他的思绪带回到了六十年前 解放南京时的辉煌时刻 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当时是我们的老营长初报星 带领是四五六连还有机枪连 攻进这个总统府 当时我们六连这个前身就是这个四连 四连的官兵推开大门 冲入南京总统府 降下国民党青天白日旗 升旗红旗 这代表着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新旗点 它标志着一个旧政权的覆灭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六连的官兵建政和参与了这重要的历史瞬间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不久 在辽宁省锦州市一县的一座农家院里 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它就是王小冬的父亲王维才 家里是农村 父母应该是弟弟大道的农民 父母这个比较忠厚老师吧 就是咱们国家传统农民那个特征 王维才生在红旗下 一直有着当兵愿望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愿 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所以当儿子到了应征目五的年龄时 王维才这位黑土地上憨实的农民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把儿子王小冬送到了部队 带着父亲的嘱托和自己的梦想 王小冬来到部队的第一年 就获得了优秀士兵的荣誉 他在工作中认真努力和积极上进的表现 很快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认可 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报考军校的机会 2000年9月份 王小冬如愿考取了大连陆军学院 成为一名准军官 就在一切都显得很顺利的时候 家里却传来了弟弟出事的不幸消息 当时是母亲节 丈夫是母亲节 这个印象 这个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当时弟弟是下班之后 骑着摩托 后来和过一个失足路口 发生了车祸 弟弟因车祸不治离开了人世 兄弟二人自幼感情很深 弟弟的去世对王小冬打击很大 他除了满心的伤痛之外 更增添了对家中父母的牵挂和担心 王小冬特意请假回了趟老家 看到父母憔悴的身影 小冬的内心也开始矛盾起来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想到父母身边再无亲人 自己在边防部队离家牧远 难以尽到儿子的责任 于是王小冬有了转业回到父母身边的念头 不想干了 但父母来讲 就说那不行 这绝对不行 当时我在家里面 待了不到一个星期 父母说你赶快回去 回去晚了 部队领导在着急 别再出什么事 我弟弟去世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我都不在场 我感觉父母在这个世上 我感觉一直都认为他们很厉害 带着家人的嘱托 王小冬一一不舍地告别了父母 乘上了返回部队的列车 当时是说让我们到东宁报道 我都不知道东宁 在我们这个国家版图上的什么位置 就是这样 通过层层选举和投票 王小冬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他拿到代表证实 为什么却不知所措 和平年代 随太阳一同升起 正在为您讲述 不论是王小冬本人 还是他的父亲王维才 谁也没有想到 当初王小冬来到边防 后来的命运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2008年1月 王小冬被提议为 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 我的想法 应该说可能这个想法比较大 我的想法就是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 因为我们这个人大代表 总共是2987名 它很大一部分 就是来自于基层 来自于最基层 像我这样 经过层层选举 王小冬正式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他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 来到北京 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到了之后 到了之后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代表证 就是怕进出大会堂的代表证 当时我看别人的后面都写着 多了牌 多了号 但是我那个就写的是主义台 王小冬成为主义团里最年轻的成员 在这里他代表着共和国军队里最基层的心声 代表着边防官兵的心声 主义台我做我这样一个小干部怎么能坐在主义台上呢 后来就是通过手上问 他说你是这个主义团成员 是那个主义团团员 也是通过后来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王小冬通过调研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提交了自己关于事官制度改革方面的提案 他的提案主要侧重的是加强部队事官队伍的培训 王小冬始终认为自己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荣誉不属于自己 是属于六连 属于牡丹江军分区这个集体的 王小冬所在的六连 隶属于牡丹江军分区某边防团 牡丹江军分区可以说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 众口传送的八女头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侦察英雄杨子荣 也出自这支部队 这些感人的故事和人物 一直激励着牡丹江军分区的每一名官兵 六连就曾被沈阳军区授予 国门卫士模范连荣誉称号 这是六连所属的三号洞哨所 是我国唯一的一个由边防部队驻守的铁路哨所 这里一边连着我国的随风河市 另一边连接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俄罗斯对黑龙江贸易物资的60% 都是通过三号洞这条铁路隧道进入我国境内的 正在给战士们做饭的 是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田清道 他曾担任过三号洞的少长 这次来三号洞蹲点 主要是因为附近山上的松茸采集期又到了 松茸是一种天然食用菌 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走鞘的时候能卖到每公斤近千元 有软黄金之称 六连所负责的边防地区盛产松茸 有些不法分子受利益所趋 越界采集 都说边防五小市 市市通中央 这个季节也是六连官兵最忙的时候 看着战士们白天晚上都在边境线上巡逻很辛苦 田春道副主任亲自下厨 为战士们炒菜 田春道是1994年来到三号洞哨所担任哨长的 三号洞是一个排级单位 哨长也就是排长 当时的田春道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当时哨所的条件比较艰苦 官兵吃的是空山水 雪比较大的时候 山河洞哨所与市里也不通车 这个积养也靠官兵走下去 然后去背一些鸡养上来 做饭呢 烧的是皮台瓣的 就是到山上捡那些干的木材 然后回来以后用斧子劈好 三号洞哨所门前有口水井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 当地还有一个传说 在这里当兵的人喝了几年的水都能生儿子 我刚到三号洞的时候 我的前任哨长就跟我说 喝了三号洞哨所的井水能生儿子 当时我也不是很相信 但是前几任哨长 还有我以下的几任哨长 看来还都生儿子 巧的是连着几任哨长都生了儿子 所以只要来到哨所的客人 战士们都会用这口井里的水热情招待客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寓意 不一定说这是迷信 非得都喝水确实都是 大家是一种寓意 这口井实际是我们边防战士 边防官兵一个扎根井 把根留住 靠它留住的广霸 官兵的竖边之井 它也是扎根之井 竖边之井 友谊之井 和谐之井 所以大家非常珍惜这口井 这口井凝聚了我们官兵的一种 对边防的一种热爱 王小冬在三号洞担任少长期间 他的父母也曾经憧憬着将来能抱上孙子 那时远在锦州的王维才 一直操心儿子的终身大事 又不敢催促王小冬 生怕影响他的工作 于是王维才四处托人 给儿子介绍对象 终于找到了远在温州打工的李肖 当初要考虑啥呢 他老家是在锦州 但是他工作是在浙江 在浙江温州 他好像从我所接触的环境 有很大的差异 后来是出了一段时间 这么着面的生活 很虚无缥缈 后来我们就是不出了 女友提出分手后 为何又主动演戏王小冬 束手边关 王小冬觉得难以尽孝 愧对家人 而父母为何却一直 无怨无悔的支持着他的工作 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 在这支边防部队 又有着怎样的体现 和平年代 随太阳一同升起 继续为您讲述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 王小冬和女友 互相都有了一些好感 所以双方对于分手 都感到惋惜 没过多久 王小冬突然又接到了 李肖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李肖说 如果你能转业回地方 我就和你结婚 这个电话让王小冬喜忧参半 他没有果断拒绝 而是采用缓兵之计 先邀请李肖来连队看一看 在接到王小冬的邀请后 李肖坐上了前往随分河的列车 来到了三号洞哨所 见到了一身绒装 威武帅气的王小冬 他是到邵所 到孙文河 到邵所去看的我 我们见的第一面 王小冬领着第一次走进军营的李肖 参观邵所 并认真地给他讲解自己工作的兴致和重要意义 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临行前 李肖偷偷趴在王小冬的耳边说 我愿意成为一名军嫂 从我认识到我们两个结婚 总共是见了四次面 累计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月 说来也巧 2008年5月 李肖还真的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了却了老人的心愿 如今孩子已经疑虚多了 而王小冬只见过一面 每次提起自己的家人 他都很内疚 感觉自己亏欠家人太多了 属于我家属的院子 没满 是待了20来天 后来就返回部队了 出生的时候 不大了 不长了 小孩 后来再也没他 现在王小冬是一家三弟 自己在隋均河边防连 妻儿在浙江温州 父母在辽宁锦州 去年王小冬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直肠癌 但坚强的老人却一直瞒着儿子 怕影响王小冬的工作 父母当时没有告诉我 我为啥说我父母 我感觉我 我的父母很伟大 同时我感觉自己有很多事做得不好 对不起 直到做完手术后 家人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小冬 老人就是这样 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支持着儿子的工作 在六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传上军装 当好战士 换上便装 当好市民 这座湖位于隋均河市的市中心 它是市民休闲六弯的好地方 谁也不会想到 这里以前竟然是一个烂泥塘 是六连官兵通过努力 把昔日的烂泥塘 变成了美丽的人工湖 应该说 隋均河市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 凝聚了六连官兵的汗水 隋均河市的人民 也始终记着六连官兵的这份情谊 2008年 王晓东和连长鲍鱼 一同被隋均河市 授予荣誉市民 这座营院是隋均河市人民 给边防军人建起的第二家园 也是军民行身的最佳体现 俗话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但对于边防军人来说 是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 他们每天的训练 实勤 这个警戒全部都是核青实弹 全部都是有 在有任务目标的 不是说 我们在那走一圈 去玩玩 我们分区 每天 有几百只枪 几千发子弹 几十台时 在用兵 所以 每天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真的 都是在用兵 王晓东说 隋均河市 是座美丽的边陲小城 八月是他最美的季节 现在 这里已经被 矮矮的白雪覆盖 一直到明年的四五月份 冰雪才会消融 2010年的春节 他将和六年的官兵 一起在这里渡过 也许 只有等到明年的三月份 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 他才可以回到温州 去看望自己的妻儿 这是一名巅防军人 神圣的使命感 他所期望的是 祖国的每一个平安夜后 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以及随着升起的 每一名边防军人的心 王晓东最爱唱的一首歌是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他说 那是他家乡和边关生活的 真实写照 为了我的家乡更加美好 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关 在节目即将播出前 王晓东给我们的节目编导 寄来了一封信 信上说 那天采访时有些紧张 对父母 对妻儿的歉疚之情 没有表达出来 每晚当他查完港哨 看一眼孩子的照片 安然入睡时 他感觉很幸福 可是却苦了异地的家人 所以很想通过节目表达一下对他们的歉意 在这里让我们对所有边防官兵的亲人们说一声 谢谢 正是由你们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 我们的边防军人安心束手着边关 我们的生活才会安宁祥和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万众瞩目的世博会 海上安保格外引人关注 演练中 面对一群持枪歹徒 他们将如何安全解救人质 特勤小分队能否完成这次重要的演练任务 和平年代 海上突击 下期为您讲述 海市渗流美丽背后 潜活着怎样的危险 很多境内外不法分子 想从我们边的口岸 混入混出 外交会晤 边境有意 肩负神圣使命 进一步加强中盟 口岸地区的安全稳定 和平年代 首位海市渗流 下期为您讲述 从一名农村孩子 到一名亿万富翁 他有怎样的传奇经历 生意场上商机变幻目测 稍纵即逝 他如何逃得第一统金 致富思源 功成名就后的他 做出了怎样的决策 和平年代 周四为您讲述 顾各国同龄人 尼弗林的传奇人生